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陆克来台湾最喜欢吃牛肉面了 所以很多企业跨足餐饮 都是用牛肉面来打头阵 像是这家五星级饭店 今年首度在商场开启了面馆 中西合并的料理方式 把传统面点变得非常的时髦 还有另外一家上个月 才刚刚在大陆开的文创书店 也加入了战局 设计出一碗台币1500块的牛肉面 要一较高下 来 后面一个清炖 一个炸炒手面 来 红烧面来 新男主持团队搭配工业风装潢 来到这里就像走进时尚咖啡厅 但新潮店面卖的是老牌牛肉面 这是第一次我试过这个牛肉 尝起来挺好的 然后我也比较重口味 刚好对我来说味道挺好的 各地观光客莫名而来 因为这碗面 连好莱坞明星唐姆克里斯 知名导演林费松都曾经赞不绝口 高棚满舊舟 常常能见到企业大老板来尝鲜 因为我本来就吃过精华的牛肉面 在精华吃 还有冰淇淋厂也吃过 这边也一样做得非常好 跟精华的粉店做得一样好 五星级饭店招牌面点 粉丝遍布全球 牛肉面一年热卖20万碗 侠带超高人气 饭店业者决定自创品牌 首都进军商场开启餐馆 我们这边它馆内的话 光是牛肉面的话 每年就有差不多六千万的商机 然后因为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们在馆外也开了一个 就是旗舰概念店 除了保留本来经典的款式之外 我们也开了一些 就是创新的面款 传着25年的汤头 由饭店央厨统一熬煮 蔬菜 香料 鲜炒后卤 两种豆瓣酱混搭体味 慢火 慢火 慢慢炒 炒到里面的材料都软掉 然后味道会出来 一整锅炒料堆叠出层次分明的香气 汤头要够牛 还得有这一味 牛大骨烤得外皮焦脆逼出油脂 再放进高汤熬煮 没有办法关火啦 我们就炖到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了 古葡萄的味道啦 蔬菜的味道都会跑出来 两天一夜不能炖火 汤头香气全透牛腩 里里外外 用时间换来经典美味 我这边的这个牛丸条是用上海菜的富士的煮法 红烧牛丸的概念 饭店经营餐饮品牌派出牛肉面节冠军主厨坐镇 年纪轻轻的张敬安正在料理的就是金牌面点 上初在比赛的时候就是想法就是想要颠覆传统 用奶油炒模糊当作辟料 清炖牛肉面 汤头肉块保持传统 搭配食材却是西餐料理 厨房里还有这款新炒牛肉面 牛排的烹调方式是 以前我们历年来客座米其林主厨 所留下给我们的烹调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去精进的 舒肥是法式料理的低温真空烹调法 这款牛肉经过36小时58度低温舒肥 维持牛排五分熟的鲜嫩口感 上桌前还得先炙烧 牛肉面瞬间升级成法式料理 因为我们这个牛排是放在汤里面 所以我们牛排要够味才能吃出它最鲜甜的味道 饭店卖牛肉面吸引大陆业者摇约展店 根据新浪微博统计 自由行路客最爱的台湾美食牛肉面 荣登冠军宝座 好 好 感谢观看